好来看到泰鲁阁国家公园的壮阔美景 每年都会吸引不少的游客来到花莲 被选为也被指定观光景点 但这回却又发生了意外事故 花莲一名罗姓男子跟友人相约前往泰鲁阁玩 不料在行经台八线中横公路临安桥的附近 一次想到边坡来捡石头 却因此失足大约从十公尺高的边坡滚落 那么造成头部以及身上是多处的受伤 消防局在货报之后立即前往现场 使用吊车来吊挂 而伤患在送医之后目前还在观察当中 警消抬着担架努力在锯石间行走 还有人脚踢到石头差点跌倒 但他们一刻都不敢停 要尽快将担架送到定点 原来有人摔下山谷 他们正在抢救 时间就发生在2号 一名罗姓男子与友人相约到花点太鲁阁游玩 罗姓男子疑似想要到膝床下捡石头 却一个不小心从十多公尺的边坡摔下 一路滚到河床边 导致头部脊全身多处受伤 警消货报火速赶往救援 救难人员先以担架将男子送到公路旁 再使用吊挂拉上去将患者送医 进入国家公园却没有遵守规定 若是进入未核准的地区 恐怕会挨罚1500元 而失去国家公园内的物品 包括石头 更为IFA新台币3000元 开心出游却因一时贪玩 不只摔握边坡受伤 恐怕还会遭到惩处 得不偿失